3月14日,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、消费者网等机构发布 直播带货消费维权、舆情分析报告2023 报告分析了17位主播,2023年的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 其中涉及李佳琪的维权舆情最多,占比高达41.00% 相比去年增长11.79% 其次是疯狂小杨哥、香菇来了、甲奶酿和辛巴 分别占比31.30%、8.59%、4.86%和4.64% 在五位维权舆情较多的主播中 甲奶酿和疯狂小杨哥的虚假宣传舆情相对突出 分别占各自舆情的51.29%、39.28% 李佳琪的产品质量和价格、误导舆情则更突出 分别占比37.15%、22.97% 报告建议,主播必须增强自律艺人 不做虚假夸大和不导性宣传 选择带货商品时 连把质量观 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加强全流程质量建筑 及时自查自究 此外,报告建议有关顾门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加大监管力度 对主播加强教育培训等 让直播带货行业更加新闻致敏